新樓丹 Hello 大家好 在桌面有一輯新樓丹要跟大家介紹分享 就是這個依婆在今年二年... 2019年... 還有二年的一條 是2019年9月份出的 啡廳裡面的格仔餅 那...OK 一共有五款 我們先開這個紅色的樓丹 先開開 好 先看他的樓丹 先打開 拉開 看不看到 有五個 好 這就是他的蛋紙 看看 第一個裡面有什麼 第一個開開之後 可以看到 有一個 金屬製的 壓這個格仔餅 這個什麼 模具 然後可以看到有些印 有些格仔 這塊應該是兩個 士多啤梨味的格仔餅 可以做近一點看 是沒有其他顏色的 就是粉紅色 這樣 你可以這樣 弄下來 壓住 那就是... 好 就是這樣 都沒有什麼說 這個最主要是一些 將一些生活化的用品 迷你化的一輯扭蛋 第一個就是這個 黑色的 單個格仔餅的模具 還有兩隻 士多啤梨味的格仔餅 好 第二個就開一個 黃色的 看看這個 黃色裡面是什麼 那黃色裡面 就是這個 都是這個 深色的 這個模具 但是兩款應該是 原味的格仔餅 好啦 那這個 看看 一次過可以做兩塊 都是金屬 黑色的7 兩塊這些 原味的格仔餅 可以 兩塊 化合它 好 然後吸 燒燒燒燒燒燒 燈燙 熟了 這個的是 一個 這個是兩個 一個就這樣 接著就要開個藍色扭蛋 可以看到裡面就是紙袋 一個比較大的紙袋 然後還有幾個包裝 N個 還有一些不同顏色的甲仔餅 有原味 上面做了一層朱古力 有兩個都是士多啤梨味 還有一個應該是抹茶 好了 看近一點這些甲仔餅是怎樣 這兩個剛剛有看過 綠色這個 還有這個 有這個 朱古力醬在上面 沒有放近近看 就是這樣的 紙袋 這個大一點的紙袋 先弄開它 膠水好像敏得一般 先弄開 這個 這個 迷你 裝這個 紙袋 然後 還有很多個這些 再小一點的 好像有一個公仔 是嗎 2019年 這個可以弄開一半 可以把你 這個 小餅 這樣 塞進來 咦? 看到嗎? OK 你可以全部放好 放進袋子裡 剛剛也沒有看過紙袋的標誌 應該是 應該是 Sorry 又CUT了 是國外的地晶 房門口 花園仔 那些 OK 好 接著要開個綠色扭蛋 這個綠色扭蛋 裡面 就是一個 做單一 甲仔餅的 淺色模具 沒有上色的 純金屬色 還有兩個抹茶的甲仔餅 好 看看這個純色的模具 沒有上任何油漆上去的 純金屬色 很棒 這些質感 怎麼說呢 很實在 很堅的感覺 不是平常的膠的玩具 配兩個抹茶味的 甲仔餅 OK 這個就是 第四個扭蛋 好 接著就是 最後這個 橙色的扭蛋 裡面就是 一個 一個 可以一次過做兩個 一個 甲仔餅的模具 接著就是 兩塊完美的甲仔餅 不對 有巧克力醬 OK 好 先放近這個 雙層 模具 給大家看 這個 純色 沒有上油漆的 接著 兩塊 有巧克力醬 在上面的 甲仔餅 好了,在最後就將它們全部都放在桌面 一邊就有上漆的 黑色漆一邊就沒有上漆純金玉色 只有一個是有紙袋 這個紙袋就有很多袋子 塞著不同口味的格子餅 這輯扭蛋跟我之前上兩次有開兩輯扭蛋 如果大家有留意都知道 一個就是那個鯛魚燒 先弄一幅圖案 另外一輯就是那個模具廠 弄的扭蛋,一隻貓或一隻狗那個 已經開了兩輯,這個就是第三輯 也是一些金屬的模具去弄一些食品 這次就是這個格子餅 也可以叫窩夫或華夫餅 OK,那今天這一輯這個epod的 啡廳裡面的格子餅 就跟大家介紹完了 希望大家喜歡,記得點讚和關注 我們下一輯這類型的扭蛋再見 拜拜 先來… B Brandon